欢迎每次一打回答一下臭宝们的氧化问题 五天前的玛格丽特怎么怎么地 然后两盆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另一盆有点粘粘的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说我看到的就是您用的这个塑料盒 而且呢土现在是有点干 您任何时候啊就是干了就焦 不干不焦干透了呢 您也要给给一遍透水 这个根系啊 很多的话我老是理解不了 就是说为什么怎么怎么地 揣摩不了这个干湿 只有在略干一点的时候呢 空气会充斥整个土壤里面 这样的话有空气 这样根系才会去生长 没有氧气的话根系是不生长的 很多的话用一些瓷盆 你比方塑料盆等等一系列的 再用一些个很黏的土 这个根系就长不好 即使是你干湿循环你再拿捏 它根系长得也不舒服 这个呢没什么一个大的问题 你看另外呢中间这颗比较小 它水分挥发的没那么快 左边那一颗呢您用的是个铁盆 它不是那种透明的 对吧 它的一个保湿效果 稍微比您那个透明的要稍微好一些 这就是有点缺水的一个状态 这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另外文竹的话不要那么晒着了 稍微放到阴一点的地方 你这个文竹快挂了 再这样下去的话 好了咱们看下一个 它说月季叶子边缘犯防枯萎 是什么原因 这样子的话呢 看上面的 咱们不能光看下面的 任何时候养花 不能光看下面这些个不好的叶子 你要看上面的掌握的好不好 如果下面个别黄眼的属于太正常不过了 很正常的因为它有顶端优势 它自然就会把下面的给代卸掉 好吧 错吧 就得不去新的不来啊 现在话说请教一下上个月买了一个月季 长出来短支条 然后就盲牙了 这个慢慢长呗 没事 让它长一段时间 等到枝繁叶茂的时候 大家再去进行修剪 很多的话 我来捡月季的时候呢 都超之过急 并不是说不能捡啊 就是大家在养护的时候呢 你尽量让它长到一定形态 就跟养猪一样 肥了再杀 是吧 你现在杀你没意思 好吧 你等它再发育一段时间 不要妄下定论 好吧 再长一段时间 你养的还不错 养的还不错 尽量的加强一下工作 别的没什么事 什么忙不忙牙的 抹不抹牙的 你让它长一段时间再说 好吧 先让它发育一段时间 老花一 为什么我水培的花根部往下涨 反而往上涨 你知道为什么吗 很多的话 在水培的时候放的水太多 它水里面的氧气不够的时候 它就会在上面获取氧气 因为对 根系有一个特点 它是去寻找水 当水不缺的时候 它就开始寻找空气了 明白这个意思吗 因为没有氧气的时候 根系是无法发育的 就跟人一样是吧 饿的时候肯定是找面包 当面包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就开始去找牛奶了 明白了吗 所以你现在这个牛奶多 我现在找面包去了 就是这么个道理就行了 简单的一了解 好吧 把这个水倒掉一部分 留一点就够了 不需要很多 干了以后再加一点 就那样子就养的会更哇塞 像一个话 有说是锈球有点黄叶 还是水不够了 哎呦 黄的一个俩很正常 你在路上的折损 偶尔的一个两个的黄叶 这再次正常不够了 不要那么担惊受怕 如果说大面积的这种黄 肯定是有问题 小面积的一两个黄叶很正常 有的话就很郁闷 为什么我看人家大棚里面 或者看人家那个 花卉食堂里面都那么漂亮 呵 黄的叶子早就揪了这垃圾桶了 你去的时候也就刚巧了 你光看到一片好的了 没看到不好的 你去到任何一个花卉食堂 任何一个摊位 你去看看它垃圾桶里面 如果没有黄叶子 你来找我 好吧 呵呵呵 没事没事 臭宝 哎呦 长得挺好的 这不挺棒吗 挺好的啊 这老花姨我家的安红 安红 我笑你 呵呵呵 安红呢颜色 花瓣颜色又薄又浅 正常浅了好几个色度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像咱们正常来说 养花的话呢 呃 这种花开的不那么艳丽呢 一个是缺光 还有一个呢 就是缺乏一些磷肥 呃 这种时候呢 它就会显得不那么哇塞 是吧 说白了呢 就是差那么点意思 好了 今天的养花问题呢 就到这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有其他养花问题呢 可以视频上留言 我是老花姨 养花最任意 我们小 anal人 opening Volle